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参见,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了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复制杀人魔》 警局接到了一个女人的警报,说有个男人在自己家要杀了她 随后电话被挂断,男人说了一句 你不是个好妈妈,就杀掉了女人,点燃了女人的尸体,将孩子留在浓烟里等死 身为警察的杰克赶到后救出了孩子,还发现了男人的踪影 两个人在停车场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杰克差点命散黄泉 这个男人是个连续杀人犯,专门杀害但亲妈妈 在三年里已经有11位受害者惨遭毒手 杰克已经追捕了他三年都无法将他绳之以法 如今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没想到杀人魔竟然打电话来挑衅 杰克愤怒地把电话摔了,说自己一定会抓到他 杰克被带到了国安局,这里正在进行一个复制人的工程 一年前在杀人现场他们采集到杀人魔的毛发 利用他的DNA来制造复制人 复制人和杀人魔本体心灵相通,能够帮助他们找到杀人魔 杰克和杀人魔之间的羁绊最深,所以复制人就跟他在一起生活 杰克将他带到杀人魔曾经的行凶地点 不停地想要激起复制人心中杀人的念头 完全不把他当人看,对他拳打脚踢恶语相向 复制人果然能够回想起一些零碎的杀人片段 他将复制人带回了家,锁在了地下室里 没过多久,地下室就传来孩子的哀嚎 杰克立马冲过去对复制人拳打脚踢 然而孩子根本是被狗咬伤的 他将复制人带回母亲家,像审讯犯人一样对待他 被母亲阻止了 母亲说如果把别人当作罪犯看待,那他迟早会变成罪犯 杰克反思过后觉得是自己不对 给复制人盖上了毯子,复制人居然对他说出了谢谢 第二天他带着复制人去警局寻找资料 经过复制人的脸不对比,找到了杀人魔的地址 将复制人靠在车上后,他前往凶手家里寻找资料 看到了很多残忍的杀人图片 最后杰克的脸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同时复制人拼命挣脱手铐冲了上来 意识他们赶紧离开 杰克立马撑出房子,炸弹被引爆 警察们逃过一劫 复制人一路追着杀人魔到了一个酒吧 在这里大打出手 杀人魔没有选择杀掉他 失去了杰克的复制人就像个迷路的孩子 在红灯区找到了天命真女 杰克找到了他 他终于将复制人当成一个真正的人 温和地对待他 给他买冰淇淋吃,让他做富家 拿出在杀人魔家里找到的下一个受害者照片给他看 他立马就指引杰克找到了杀人现场 他带着杰克跑到下水道去寻找杀人魔 杀人魔却给他洗脑 说他们是心灵相通的兄弟 是兄弟就不能相信杰克 复制人将杀人魔放走了 杰克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从复制人的口中得知 自己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同时警局通过复制人回忆起的本名 查到了杀人魔的个人资料 他从小就是个坏孩子 参军之后死在战场 母亲因为中风住进了医院 他的母亲当年杀掉了自己的丈夫 然后将他锁在柜子里 火烧掉了房子 对他也一直很不好经常打骂 导致他如今的心理变态 而他能活下来的原因 是那天刚好下了一场大雨 杰克随即带着复制人前往医院 寻找杀人魔的母亲 没想到他杀了自己的母亲后没有离开 而是在这里等待杰克到来 杰克和复制人联手制服了杀人魔 眼看地下室就要发生爆炸 杰克赶紧带着复制人离开 没想到复制人将他锁在了门外 爆炸过后 警方只在里面找到了一具冰棺里的尸体 杀人魔死后 杰克的退休生活重回平静 在一个雨天 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在邮箱里发现了那个熟悉的八音盒 原来复制人并没有死 他在爆炸中毫发无伤地活了下来 然后回到红灯区 去找自己的真命天女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